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由胡宏俊和你讲讲天气 今天我们受到干燥的东北季后风影响 天上云量不算多 日间阳光相当充沛 卫生云图可以见到 主要云大现在在影响南海北部 而华南地区整体来说相当清晰 都是挺好天下的 我们受到干燥东北季后风影响 今天下午时间各区的相对湿度 普遍都是百分之六十以下 来到这个时节大家要注意一下保湿 气温方面今早市区六岛最低气温是十八度 新架是十五六度 比昨天稍微低了一点 不过由于日间阳光相当充沛 最高气温都上回二十二三度 如下明天天气和今天相差不远 会是天晴干燥 明早市区最低气温是十八度 新架再会低两三度 日间最高气温会上回二十三度 风方面就会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 至于跟着那几天天气是怎样 看看预报图 在这张高空预报图可以见到 跟着那几天 我们的大气层都是相当干的 天上面云量就会比较少 日间都是长时间会有阳光 因此只望 跟着那两三日 我们的天气会持续天晴干燥 因此我们的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点 这节天气讲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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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